两个女孩正坐在公园里读书 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尖叫 女孩定睛望去 却发现周围一片安宁 但就在这时一阵微风吹来 她立马感觉到了不对 不料 当女孩转过头来 时间却短暂地发生了静止 接着一阵微风吹过 眼前的男人静鬼一般向后退去 她本想告诉身边的同伴 结果却发现就连她也失去了意识 女孩开始变得百思不得其解 明明刚才还好好的 但就在这时 坐在旁边的女孩突然反应过来 她先是摘下头上的发簪 下一秒 这场看不见的危机迅速在城市中蔓延 工地上 几个包工头正在上班摸鱼 就在几人聊得开心时 男人的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动静 当他们转头查看时 脸上的笑容却瞬间戛然而止 原来是工人意外从楼上坠落下来 几个包工头彻底慌了 然后急忙呼叫救护车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落地的声音再次传进了他们的耳朵 这次落下来的竟是工头的亲弟弟 她刚想走进查看 下一秒 男人好奇地抬头看向上面 只见百米高的建筑上 所有人好像发疯一般 不自觉地从上面一跃而下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如果蜜蜂在全球消失了 人类只剩下不到四年的寿命 这是出现在教室黑板上的一幕 强哥正在询问学生 这次蜜蜂消失的原因 最终总结出一个结论 这是超出科学范围的问题 没有人能给出真正的答案 人类能做的只有敬畏大自然 很快 校长突然打断了这节课 并把强哥叫进了会议室 原来 这场危机通过广播传进了学校内 所有老师一起展开讨论 起初他们把公园发生的事故 定义成恐怖袭击 而武器就是那些看不见的毒气 闻到的人先是口齿不清 接着大脑不受控制身体失去平衡 最后产生自残的行为 为了躲避这次危机 老师们开始疏散学生 强哥慌忙联系在外的妻子 随后在同事的帮助下 他们买到了通往其他城市的车票 此时的车站早已人山人海 所有人恐慌地看着电视上的广播 露出了一脸恐惧的表情 安静的公园内 一阵微风吹动了树上的绿叶 所有人立马停下了脚步 只有一只狗子在冲着天空吼叫 突然 一声枪响打破了现有的安静 附近的一名警察应声倒地 眼神留在了不远处的手枪上 就在这时 旁边的计程车司机走下车 缓缓地来到手枪前 接着捡起地上的枪 一步步向前走去 下一秒 手枪再次落到了地上 这时一名路人从静止中醒来 然后迈着正常人的脚步来到了附近 只见他弯下腰捡起手枪 诡异的事情不断在这个城市中发生 人们看到广播 纷纷准备逃离这个城市 此时的强哥与同事也来到 这节逃亡中的列车上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惶恐不安的表情 就在他们赶往下一个城市时 列车进轨一般地在一个小镇上停了下来 强哥上前询问 发现他们与站台失去了联系 所以只能被迫停下 随后女人拿出手机 竟看到了一段奇怪的录像 只见工作人员来到了关押狮子的地方 然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狮子没有忍住诱惑突然站了起来 下一秒 女人不敢相信 工作人员为什么会这样 就在这时小镇上突然停电 所有人立马惊慌地逃到门外 不断拦截着过往的车辆 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 好不容易遇到了一对夫妇 而好友却因为担心妻子的安危 选择另外一辆车 随后她把女儿交给两人照顾 自己则踏上了回城的路 没过一回 汽车刚开出小镇 他们就碰到了奇怪的事 后排的女人看到后立马发出尖叫声 为了稳定众人的情绪 教授先是让他们堵上出风口 接着出了道数学难题 如果你第一天得到一分钱 第二天得到两分钱 第三天得到四分钱 按照等笔数列来算 那么到第三十一天你会拥有多少财务 很快车内的所有人展开思考 但就在这时 教授在头顶发现了一道缝隙 呼啸的微风吹进了车内 突然汽车短暂地停了下来 紧接着快速冲刺 直接撞到了前面的大树上 没过一回 他从车里走了出来 然后拿起地上的玻璃碎片 割向了自己的脉搏 一群人为了逃命来到荒野中 结果却在这里发现了诡异的阴影 只见一阵阴风从众人眼前吹过 下一秒带头的士兵就愣在原地 对着天空开始执行着命运 此时的胡子哥还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默默地看着这个奇怪的士兵 突然士兵转过头来 重复了刚才说的话 听到之后 所有人露出了一脸茫然的表情 可很快 鹰风再次吹起 士兵掏出枪缓缓地对准了前方 枪声立马吓坏了不远处的另一队人 强哥顿感不妙 发现他们吸入了能够致命的病毒 眼见危险即将来临 他思考再三 分析出了病毒的来源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分开跑 借着他们五人一对 果然 当鹰风吹来时 强哥竟发现自己毫发无伤 于是判断出这场灭顶之灾与人数有关 也就是说人越少越不容易被感染 弄明白原因后 他们先是来到一栋房子内寻找地图 但房间里的物品却让几人大感意外 因为这里的东西全都是塑料制作而成 强哥找到地图后 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随后带着几人快速离开 可就在他们刚走不久 一大批幸存者也逃到了这里 在即将接近房子时全都停下了脚步 接着一个老头打开了除草机 在机器的必经之地躺下来 下一秒 来不及犹豫 强哥再次带着几人展开逃亡 很快他们又找到了一栋房子 因为太过饥饿 两个学生准备进去寻找食物 但不管他们怎么呼喊 房子的主人就是不开门 无奈之下 小胖破口大骂 然后踹了房门一脚 接着一把猎枪就伸了出来 此时小黑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彻底吓坏 刚想离开却被另一把顶在头上 强哥觉得这些人是真的疯了 于是带着剩余的两人迅速离开 然而就在房内 两个老太太戴着面罩看着电视 正在悠闲地指着毛衣 专家说这场危机正在蔓延整个国家 想要避免只能到荒芜人烟的地方去 因为人越少危险越小 接着专家指出 一般来说死亡的人数达到峰值后会快速回落 这也就意味着这场灭顶之灾并不长久 很有可能随时结束 另一边 强哥三人终于找到了一处破旧的房子 这里居住着一个孤寡老人 看起人比较可怜 于是好心地收留了他们 晚饭时 老太太讲起了自己的过去 原来他已经与世隔绝了几十年 由于比较保守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外来的客人 强哥本想把危机告诉老太太 但却遭到拒绝 他说自己是被世界遗弃的人 到了第二天 强哥醒来时发现妻子与女孩不见了 于是急忙到楼下寻找 却在老太太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人偶 当他靠近仔细查看时 老太太突然出现在角落 大声怒斥强哥不守规矩 他冲出门试图解释 可突然一阵阴风吹来 老太太像是换了个人一般 强哥看到后 帮忙返回屋内寻找妻子 而身后被感染的老太太也追了过来 接着他立马躲进储物室 却在屋内听到了女孩的声音 原来 两人在另一间房内打水 随后强哥通过一条管道 与妻子联系 告诉他们老太太被感染 病毒已经扩散到了这里 他们自知无法躲避这场危机 一番商量后决定 同时走出门外面对接下来的事情 此时狂风呼啸而过 诡异的是 这次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就像专家说的 这场灭顶之再来得快也去得快 而强哥也在危机中活了下来 没过多久 人们恢复了往日的生活 可就在另一个人口聚集的公园内 一声惨叫过后 所有人再次停留在了原地 影片至此结束